2020台中燈會復展區 尾岩仙轟動 今年大吹 療育風 就還滿有特色的吧 搬的扭蛋也都有這個 所以小朋友應該都滿喜歡的 以前的都是過年的時候 那種花燈啊 都以人體為主啊 不然就是各地方的民俗風情啊 但是這邊全部大部分都是 可愛的動物啊 互斗星球的動物明星 羚羊 乳牛 海狗 貓熊 腕熊 烏龜 直接秀給你看 大朋友小朋友好興奮 而這次2020台灣燈會 號稱史上展期最長 一路從耶誕點燈到明年情人節 台中市政府預估 這一次台中燈會 賞燈人次將會超過1500萬人 渴望創造150億元觀光船隻 盛況將超越年初的屏東燈會 復燈區每天都會下雪 在某些展區 某些燈區 你可以聞到搭配主題的香味 結合聲光效果以及卡通公仔 重塑傳統燈會樣貌 刺激觀光的同時 也吸引南來北往的人潮 更進一步行銷城市燈會 創造新商機 歡迎新聞洪世辰 李嘉瑜 台中報導